嘉賓上課 我想台前的朋友們拍照的 好不可以稍後先 因為我們要進行主禮嘉賓的形式 好嗎?不好意思 我知道台很漂亮 大家都很想錄一下歷史的時間 但是我們一會兒見譯完之後 你們一會兒再拍照 好 我們繼續邀請我們今晚的主禮嘉賓 首先高請新界鄉議局主席 劉皇發大梓基勳言太平紳士上台 有請保安局副局長黎棟國SBS IBSM太平紳士 中聯辦新界工作部長超英副部長 香港旅遊發展局主席 田北俊GBS太平紳士 北區民政事務專員陳太平紳士 還有同時請我們新界27香港鄉市委員會主席 在座的各位鄉市委員會主席 是上台的 以及我們鄉議局的太平紳士 或者我都動一動我們今晚有關的鄉市委員會主席 首先請三頭各鄉市委員會首副主席李炳華先生 梅窩鄉市委員會主席王少強先生 打鼓嶺鄉市委員會主席陳崇輝先生 粉嶺鄉市委員會主席李國鳳先生 上水鄉市委員會主席頭志強先生 大埔鄉市委員會主席文春輝先生 西貢北鄉市委員會主席鄧剛榮先生 沙乾鄉市委員會主席莫錦貴先生 十八鄉鄉市委員會主席梁豐元先生 平山鄉鄉市委員會主席曾樹和先生 夏村鄉市委員會主席近禮東先生 屯門鄉市委員會主席何君堯先生 青衣鄉市委員會首副主席陳志榮先生 上台 還有請全港各區工商聯會會長 吳圍贊先生 韋寶石先生 智王發展有限公司執行董事長 鄭倫光先生 新界三頭國農莊張玉倫行政總裁 中國生命集團主席劉天才先生 新界妙敬長山寺管理委員會主席陳金華先生 聯和事業有限公司彭昌賢董事總經理 唐地投資有限公司董事長王偉強先生 藍松資本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長趙悅明先生 好信顧問有限公司董事長鄭竹華先生 深圳市僑聯副主席文煥先生 李國英BBS太平紳士 韋國雄太平紳士上台就座 好接著下來呢我們請在座的每一位呢 是全啟宿了 我們是鄭郭哥 請全啟宿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冠雄先生致辞 请李冠雄主席 请李冠雄主席 新界香港主席 中文字幕志愿者 保安局 黎栋国副局长 中联办 新界工作部 张肇英副部长 香港旅游发展局 田北俊主席 各位嘉宾 各位朋友 大家好 今天是沙头角的历史时刻 存在将近60年的 边境禁区 在未来的一个小时之后 即今晚的12点 将会首阶段 缩减 沙头角属下的六条乡村 包括唐土 新村 木棉头 椒坑 丹水坑 及部分的山咀村 亦将会释出禁区之外 我們衷心感谢保安局及各界人士 在禁区缩减问题上 所作出的努力 为地区居民 带来民生 及经济各方面的良好憧憬 我们希望保安局 在边境禁区 第一阶段缩减 尘埃落定之后 尽快实施开放沙头角的旅游计划 以带动地区的经济 早前沙头角乡市委员会 在村代表大会上 亦将意揭出 村代表一致希望沙头角区 能于2015年与连麻坑村同步开放 沙头角区禁区开放前 我们希望尽快实施开放沙头角的旅游 让旅客可以经沙头角 前往东北海湾的地区 配合印洲堂世界地质公园的发展 我们的建议 旅游改善方案扩大旅游的活动范围 包括沙头角码头 天后宫 街市 及有关的熟食当 以及民初建筑的新楼街 第一阶段的每日人数上限 暂时定为500人 我们强烈要求政府 必须去沙头角区制定开放的时间表 让市民有希望 商户有憧憬 而山咀村一分为二所产生的问题 亦都迎人而解 借此历史时刻 我充心祝愿沙头角 百业披护 地区愈来养活力 在座各位 生活愉快 身体健康 多谢各位 多谢李冠雄主席 接着我们是 来共请新界乡议局 流黄发主席致辞 保安局 来国栋栋副部长 中联办新界工作部 张超英副部长 香港旅游发展局指质 田北俊太平新史 北区民政事务专业 陈艾太平新史 已冠红指质 新界二十七个乡 乡市会政府指质 各位出力票 各位嘉宾 各位乡亲 再有一句说话 不怕迟 十月都是拜年时 坐在这里 和大家 摆放晚年 祝大家龙年好运 万事盛意 今天又适逢 西方情人节 祝有情人 忠诚见熟 又欢迎大家出席 由乡与国 和西洋国 乡市委员会 联合指败的 慶祝西洋国 边境禁区 开放的典礼 总裁千代 西洋国 已经是一个轻正的虚视 但是随着 1898年 英国政府 强行租借新界 西洋国 为一分为二 并以中英街 事立 继编 1951年6月 前港英政府 基于政治及保安的原因 根据公安条例 设立了 边境禁区 边境禁区的范围 甚广 横卡 沙楼角 打鼓岭 上水 新田 等等 包括新界的条件 所有进出禁区的人士 包括 居置在禁区内的居民 都是需要向当局 申请边境禁区的通行证 这项抗日持久的保安措施 对当地的经济活动 和民生 造成极大的打击 反观在一何之隔的深圳 国家开放改革之后 经济蓬勃发展 商贸大厦淋淋 一派欣欣向荣的气象 相比 本省边境禁区 人籍稀少 门庭冷落的状况 是有天烟之别 由于禁区 是受到延厉的出入的管制 在其他地区 形成了一道屏障 使人籍关系疏离 居民过时过节 都不能够 请亲友回家团聚 年轻一代 更是纷纷 匹匹离乡别井 到外地谋生 国家恢复对香港行使指援之后 去乡业局 及27个乡市委员会 極力的争取之下 特区政府 终于作出积极的回应 特首张权先生 在2005年 去施展报告中 正式提出缩减边境禁区的范围 毫无疑问 开放边境禁区 大大是努力于经济的发展 促进政治的融和 改善民生 对于世界人 尤其是北区的居民 真是唯一大大的企讯 本局期望当局 加强咨询 认真考虑 香港及地区居民的意见 为释放出来的禁区土地 重新妥善的规划 为香港的未来发展 提供普贵的土地自然 虽然毕竟禁区的范围 得以缩减 但是仍是有部分的区域 例如西洋国区 西洋国海等等 仍是此以禁区范围均来 要继续受到局限入束缚之苦 我们相信 我们相信 除了内地和香港 全部的融合 现在 边境禁区 将不再有存在的价值 我希望特区政府 调查民情 准硬抗历史的趋势 尽快开放 所有边境的禁区 多谢大家 多谢刘黄法主席 请刘黄法主席 刘布 我们有小朋友 欠花 请刘黄法主席 接受欠花 特别有意思 这集花 今晚情人节 法叔收到花 一定很开心 刘太太也会很开心 多谢这位小妹妹 接着我们是 公请保安局 黎洞国副局长 致辞的 朕丹 鼓博 第ice 明天 許多联赞 讐黄法主席 认识 刘黄法先生 三豪国 奉事委员会 女主席 各位 朋友 今天的晚上是一個相當值得我們紀念的時刻 剛才兩位主題嘉賓都剛剛說了 今天是西方的情節 而我們中國的情節 亦都是在北九之前 我們大家慶祝了 但是在幾十分鐘之後 我們大家在這裡 亦都一同去見證歷史上一個新的時刻 經過了四年的努力和籌備 得到社會各界人士的支持 第一期開放邊境禁區的計劃 很快就實現出來 有在這裡周邊的好幾條的鄉村 幾千個居民 他們以後都不需要拿禁區子 他們的親朋戚友要來探訪他們 亦都不需要申請禁區子 因為這個禁區已經是縮負了 在這個第一期的釋放禁區的計劃裏面 有七百多空庭的土地 是釋放了出來 而這個計劃亦都會繼續進行下去 我們估計到2015年的時候 是有大幅的邊境禁區的土地 是可以相繼釋放出來 這些是對於這個地方的居民 是會有一個很直接正面的影響 在這裡 我非常多謝鄉議局 和各位地區的人士 對於政府在這個計劃裏面 努力地支持我們 使我們今天 能夠大家一齊在這裏 見證這個時刻 我們在這裏 順足各位身體健康 萬事如意 多謝 多謝黎棟國副局長 接下來我們是致送紀念品 請新界鄉議局張學明副主席 GBS太平新市致送 我們先請新界鄉議局劉皇發主席接受 多謝劉主席 接著我們是有請 保安局黎棟國副局長接受 多謝黎副局長 接著是請中聯辦新界工作部 張超英副部長接受 多謝張副部長 接著是請香港旅遊發展局主席 田北俊 GBS太平新市接受 多謝田北俊 太平新市 接著是請北區民政事務專員 陳毅太平新市接受 多謝陳專員 多謝張學明GBS太平新市 也都請張主席劉布 為我們講幾句說話 多謝主席 事宜跟我說呢 就說個時間未到 你在這裏就塞下場 各位主題嘉賓各位嘉賓各位 鄉親各位父母 大家好 相信大家都和我一樣 懷上一個非常之期望 激動的心情 準備迎接 在過往超過半個世紀來 被列為禁區的沙奴缸 終於一天 這條禁區的邊界是宿責 石聰堯這個檢查站也都成為了歷史 這個歷史的時刻實際上是值得我們開心 我記得2004年 新界鄉業局是倡議 將邊境禁區的2,800公頃的土地 希望將它縮小 希望使得在邊境裏面的居民 都能夠是從此恢復回 類似是禁區以外的居民一樣 出入自由 生活方便 直至在2005年 特首在他的施政報告當中提出 要將邊境縮小這個範圍 列入特區政府的議事日程 遲至今天幾年過去 在各方的努力底下 今晚12點過後 我們被封閉的超過半個幾幾的禁區 從此釋放 這個是不單止居住在沙徒各區裏面的 鄉親父老的開箱 同樣地作為香港市民 他們增加了接近三千公頃的土地 這個土地可以說是一張白紙 過往從未開發 這個是我們未來政府的珍貴的土地資源 所以對全港市民來說 也是值得快慰的 在這裏我緊代表香港的同仁 是多謝多年來 對邊境開放出謀獻冊的 各位好朋友 各位鄉親 特別在特區政府保安局 積極的推動下 今天邊境開發了 事實上是一個非常之開心的事情 我更加是感謝三十個鄉舍委員會 在歷屆主席 副主席 各位委員村代表共同底下 努力底下 大家互量互揚 互相體諒 一些問題未必一定是完全百分之百 能做按照每一個人的意願能夠做得到 但很開心 由於建立了互量互揚的精神 我們很多未得到完全解決的事情 正如李副庭主席所說的 我們期望於特區政府 在第一階段開放了邊境之後 積極考慮居民的需求 我相信在不久的將來 我們整個禁區的邊境會完全開放 市民會享受到過往和禁區以外居民的生活一樣 可以自由出入那個和諧美好的家園 最後在這裡我再一次多謝三十個鄉舍委員會 為鄉議局籌辦這個晚會 更加是多謝大家冒著毛毛雨 我們七點多已經到場了 至今十一點過後 已經可以說我們在路坐了四個小時 體現到大家那種盼望的精神 我希望隨著三十分鐘之後 我們三樓國禁區更加興旺 旅遊更加發達 居民更加安居樂業 今天相信時間差不多了 好 多謝 多謝張漢明 TBS太平紳士 隨時都可以說得非常有內容的話 還有時間剛剛好 但是呢 有一件事我們不能做 就是這麼有紀念性的時刻 我們怎麼可以不拍一張合照呢 這一張合照我相信 我相信是會 就是會留在 留待歷史 這個 我相信就是 有這麼歪的 應該有這麼歪的 跟我們今天的紀念品 也這麼有價值 是吧 也是考這個 攝影師的技術 這麼多人台上 三十多人 怎樣可以 一收在鏡頭之下 那 留待給我們的攝影師發揮 好 趁這個時候呢 不如說一下 等待我們的安排 等待我們 台上的嘉賓呢 就會 登上 開篷巴士的 我們巴士有上下兩層的 而下層呢 我們就是 聽我們 鄉議局的議員 應該是大概有四十個位置到 下層呢 其實呢 在這裏呢 走去石涌坳呢 是很近的 那旗的嘉賓呢 也都是歡迎你們呢 是 步行去這個石涌坳那裏呢 去觀禮 那裏呢 也都是有一個儀式的 那個儀式呢 就是這個檢查站呢 是閉幕 閉幕之後呢 到十二點 準時十二點呢 檢查站呢 就會關閉的 那亦都可以用另一個 說法呢 就說 那裏就開放的 那到時呢 那裏由巴士 這間 雙層巴士呢 就會是 我們正所謂衝關了 那就由這裏呢 一路呢 駛到沙頭角區 那去到新的閘那裏呢 是再多個圈呢 是回來這裏呢 是做終點的 那所以各位呢 如果車子放在這裏呢 是一點呢 都不用擔心 我們最終呢 都會回來這裏呢 是給大家拿回一部車的 那在這裏提一提 如果 你需要搭火車的朋友 就留意了 搭火車回到市區呢 以後那班車呢 是十二點三十五分 在上水火車站開出了 如果你需要搭火車的話 時間差不多了 因為我們走出去 村口呢 都要一些時間 那我麻煩工作人員呢 才帶領我們的主禮嘉賓 登上我們的雙層巴士的上層 主禮嘉賓的紀念品呢